大家好 我是臺灣鼻起步王彩華 這個TVBS週刊的所有讀者們 大家好喔 報比報比 有看有報比喔 因為以前 以前其實 剛出社會的時候 開始賺錢的時候 就是去夜市啊 就會買一些就是包包這樣 那後來呢 我是遇到我一個朋友 他說 你花了那麼多錢 就這裡買一個 那裡買一個 然後就帶一帶 然後一杯一杯就一杯了 也不如把這些錢然後存起來 買一個比較好 而且名牌的包包 這樣帶出去你的質感也會不一樣這樣 我就說是真的嗎 他說對啊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個買的包包是那個 LV的水桶包 那個在一二十年前還算就是很流行 很好裝東西這樣 然後你知道我存多久嗎 我那時候也存了大概 那時候我記得一萬多塊一個 然後就存了大概三四年了 倒倒輕 倒倒輕 然後一直很想要買一個好一點的包包 可是確實 我那時候 背了那個LV的水桶包之後 我就發現它可以奶超奶頓好凍頭 還可以好看 出去就覺得 雖然衣服穿的是牛仔褲跟T恤 可是你背起來的包包 就是不一樣 對 所以後來呢 我就發現說 名牌包它還是有它的價值在 所以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名牌包 但是也要看自己的能力喔 TVBS週刊 我的時尚生活週刊 大家好 我是台灣冰淇淑 楊彩華 波比波比喔